我是Sika Yahoo 出到新歌天氣之女 這個過程簡直是一個不可思議 也是奇遇記這樣的經歷 因為其實在去年12月左右 就在ERROR的show裡有一天 我們重演完 我和阿劑、保錡和強來我們聊天 因為《造星》之後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舞台表演 我們聊天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繼續唱歌 他們就說 你拿著這首歌 我們就跟他說 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一直想不到 可以拿自己做過的作品 去銷售給老闆 不是說銷售就一定可以 但至少讓他們知道 你有做這些創作 分享一下 所以 完了ERROR的show之後 我真的穿著一套西裝 打了Proposal 打了自己的來年計劃 寫 來年目標 叱測女新人金獎 如何獲得金獎 出三首歌 三部曲 第一首歌 M痛不及我心痛 將自己作過的歌 一次過銷售 其實銷售的過程也很好笑 因為他們好像想禁止你 為什麼你覺得這首歌 一定有人聽 為什麼這麼多個 一定是簽你做歌手 這些問題 其實我是答得很困難的 但我不可以讓你覺得我沒有自信 我要很有自信去說服他 因為我入了一個角色 就是銷售 銷售 這個角色有自信 是要不停銷售 所以我不可以動搖 但其實內心是 糟了糟了 糟了 為什麼是我呢 最後 原來 Karen說 其實他們ERROR的show 已經決定想簽我做歌手 所以那些問題 其實純粹是 測試我對做歌手的熱誠 所以就促成了最後 真的成功可以做歌手 很夢幻很開心 還有很多人的幫助下完成的這件事 天氣之旅 很多人都有聽 或者特別洗腦 就是無論遇上好的天氣 差的天氣 亦同樣向往 很多人一說這首歌 就會唱這個chorus 其實這一句 亦都是這首歌的忠心思想 因為我們一定會有 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怎樣改變自己的心境 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進來ViuTV 再這麼幸運地可以出歌 當然是十分之十分之 超級無敵好的天氣 但我覺得一天入面 好像天氣報告 你都不是每一天都很猛烈的太陽 我好像這樣說 好像很虛 例如說我忘記帶錢包出街 之後沒有錢乘車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遲大到已經是一個差的天氣 但重點是我怎樣去面對這些不好的事 我會選擇敬衣服 我今天真的很屈仔 沒有帶錢包 遲大到已經 糟糕了 忘記帶錢包 怎麼辦 不要緊問問圖雲姐 沒事的 我們一定說得及的 是這種面對事成的方法 是這些小事上的心理調節 其實我都很難做到的 因為我都是 聊天 沒有帶錢包 我怎麼辦 其實我都是這些 其實我唱這首歌 沒什麼說服力 但正正 因為我是這些小事 都會trigger到自己的人 我才有說服力 跟大家一起學習一下 其實我都努力正面 在《造星》那半年 可能對於我的銀包 對於我的身體 睡眠狀況 這一堆來說 一定是差的天氣 就是完全沒有收入 然後不停支出 然後沒有睡眠時間 你問我而言 回想回《造星》這半年 對於我來說是最好的天氣 甚至好到有彩虹 因為那段時間的自己 雖然這麼辛苦 但因為目標真的只有一個 我要做好這場表演 純粹地享受 純粹地學習 再加上因為我剛剛入行 真的順 也不會想這個節目出街 的人怎麼想 也沒有時間給自己 亂想什麼 質疑自己什麼 而拍Pixel 5G上台計劃 因為我們也有上舞台的表演 我覺得自己是慢慢回到 當初《造星》很純粹的狀態 更加明確跟大家說 我現在真的是 一個好的天氣 我開始懂得自處 也開始懂得 如何面對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說 很開心 不過我還是會哭的 對不起 謝謝 謝謝